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与人合作创业 我们每次一讲到这个题目 很多人的直觉就是说 深落要与人合作深强 就是自己创业就好 可是各位 你假如有真的在批命 你会发现到 其实不见得是这样 有好多深落的他也是自己创业 他也做得很好 很多深强的自己创业的也倒光光 深弱的跟人家合作 他也是很惨 那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与人创业不创业的 这一个关键基本要素 并不是在深强深弱这一块 而是 要记得一个重点 笔节进来 笔节进来是否会产生破财的现象 只要笔节一进来 他产生破财的现象 各位 就不要跟人家合作了 了不了解 为什么 这表示说你跟人家合作就会产生破财 我管你深强深弱的 都是一样不准 所以其实合作心 他最主要能不能创业 最主要是要看什么 笔节会克财 所以真正来看是要看时商心 是看时商心 所以你有时商心的时候 先决条件 当然你要跟人家合作 你先看你的时商心 第二个你就要看说 有这个时商心以外 你第二个要看笔节进来 会不会产生破财 只要这两个条件都吻合 有时商心 过来笔尖节财进来以后 他会导致的是笔尖生时商生财 而不是只变成笔尖去破财的情况下 这样子就可以考虑跟人家合作 不然的话你不要老是在那边讲 我深入了 我要跟人家合作 但是等到笔节一出来的时候 变成是破财 你看有多少人跟人家合作 到最后是反目成仇的 很多人都是反目成仇的 所以各位你就要去了解 我们再看一个人的创业 能够是不是能够跟人家合作的 绝对这两个条件一定要 吻合 还有你不能够 第三个条件 你要跟人家合作 结果你本身就破财了 那就算了 各位 你假如是破财了就算了 为什么 因为你假如是要跟人家做生意 做生意重点是要赚钱 这时候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 要做的理想报复 你别骗我 没钱赚的时候 你没钱的时候都一样收掉 所以不是什么做功德的 就是要赚钱 在这一种情况下 经商的赚钱 他就真的看财运 他跟一般工作不一样 因为我工作是每个月固定给我薪水 所以他看的并不是财薪 而是官薪 你的官稳健 你就工作会稳定 你的官不稳定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被败而掉 所以在经商这一块 他必须 你能不能够跟人家合作 就是看这三方面 你假如是不能够跟人家合作 笔肩出来就破财的一种情况下 你假如有所谓的财型是好的 财型是好的 只是说笔肩出来我就破财的情况下 那你就是适合自己当老板 各位 这边要区分清楚 你财心是稳健的情况下 你笔肩出来是破财的 这样子就不适合跟人家合伙 反而适合的是自己经商 所以各位能否跟人家经商 虽然大家都跟你说笔节心 没有错 看笔节心没有错 但是 其实笔节不能够去破财 只要一旦笔节破财的话 那没有用 跟身弱也没有用 所以各位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财多身弱 你财多身弱 你要笔印 但是有很多人财多身弱 笔肩硬去创业的时候 反而死了一塌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笔肩进去的时候 他还是笔肩破财 反而让他的财心变得更弱 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一块的时候 回归到五行流通 记得一件事 要跟人家合作 笔肩心进来就绝对不能破财 就是这么简单 笔肩心进来 还有另外一个也不能出现 笔肩一进来 结果变成了是什么 日主受磕 这也不行 这也不行 所以各位 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了解这一块 所以这几个食伤 为什么食伤很重要 因为毕竟做生意的话 要有一些技术 然后笔肩又可以升食伤 来升财 所以食伤心会在经商里面 他算蛮重要的 但是食伤心 我们都说八字五财以食伤当财 那你就会知道 食伤的财的力量 还是比不上本来就是财的力量 只是说他比较有生意头脑 来讲你假如单单只有财心 没有食伤心 很有可能笔肩一进来 你就破财了 所以食伤就是最主要是在判断说 他到底能不能够跟人家合作 合伙的一种情况 能不能够跟人家合作 只要一旦进来 笔肩 第二个判断就是笔肩进来 假如是破财 那你就不适合跟人家合作 本身不要破财 你本身就破财了 你在经商就很痛苦 然后再来不要出现所谓的日主受克 一旦日主受克 我遇过那个日主受克 不管是怎么去经商 都是赔钱赔的很惨 所以这四个要点 这四个要点 就是我们去判断 他能不能够经商 他能不能够与人合作 这四个要点 不能够犯到当中的一项 只要这当中的一项犯到了 各位 破财 就在工作职场上好好努力 日主受克 在工作职场上好好努力 没有食伤还比较没有关系 假如以间进来破财 那就尽量少与人合作 了不了解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又再见 拜拜 拜拜